Bowie, 今天我們為家庭觀眾 學做這道菜要給酸吃, 沒問題 沒問題, 什麼都可以 余泰, 你好 大家好 今天你想學做什麼菜? 我想做個肉丸 肉丸, 沒問題 不如我們今天做一個香草茄汁肉丸 好… 材料有免治牛肉, 免治豬肉 好, 車尼茄, 洋蔥, 雞蛋, 麵包汗 醃肉的材料有鹽, 糖, 黑胡椒 汁有水, 白醋, 茄膏, 還有百里香 Bowie, 你這次教這個肉丸 真的很適合小朋友的食物 是 現在開始了, 好嗎? 好… 我們把免治牛肉丸豬肉放進碗裡 好 接著我們可以加黑椒 黑椒, 還是放進去? 這個其實沒所謂, 你自己喜歡 我自己喜歡多一點黑椒 糖也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 鹽也可以放進去 好, 我們現在先攪拌一下 順著一個方向和 順著一個方向 為什麼要牛肉丸豬肉? 因為加了牛肉, 肉丸的濃度和香度 就會增加了很多 但是豬肉可以令裡面的肉 不會只是很粗糙 肉質的感覺會更豐富 我試過只是牛肉也沒那麼好吃 只是豬肉也沒那麼香 所以我們就兩塊了 你還要那個豬肉是半肥瘦? 是的, 沒錯 我們平時要加豆粉, 但你沒有加的 我們不用 因為我們待會要用麵包糠 來做鎖水的作用 好, 稍微攪拌一下 可以把洋蔥碎 洋蔥碎 對, 加進去 接著可以加蛋 加蛋 好, 我們先攪拌一下 也是順著一個方向來攪拌 好, 待會你攪拌後覺得有點濕 對, 好像濕濕 對, 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可以加麵包糠 麵包糠先放一半 好 你一邊攪拌, 看看能否吸收 如果太濕, 麵包糠不夠 有時候它的形態 待會你搓出來之後 它很快就會掉下去 不夠一個球狀 所以我們要加足夠的麵包糠 現在黏了很多 對, 好, 我們可以多加一點 對, 現在加上這個應該差不多 很黏 好, 好, 現在鎖得很好了 我們開始就預備攪拌一下 好, 就這樣就可以了 對, 順著方向來攪拌一下 好吃, 不用攪拌也知道 手勢是怎樣攪拌的 然後就拿起它 拿起它, 對 然後… 有些膠走出來, 對 我們攪拌幾下 好黏 攪拌十下八下, 應該更好看 好, 你的感覺如何呢? 會味道?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有沒有感覺到膠質很重? 很黏… 很黏, 很黏 對, 和初初不同 對, 和初初不同 你看到它的感覺也很一團 好, 我們將它分一粒粒 好像搓拌湯圓一樣 對, 搓拌湯圓一樣 太小嗎? 我覺得這個尺寸非常好 就是這樣? 對, 粒粒也差不多尺寸 好, 完成了, 我們就要預備油鍋 來做一個炸了丸的表面動作 好 現在就要等油滾就可以炸這個肉丸 要不要先試油嗎? 對, 先試一試 用筷子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筷子 看看有沒有一點泡泡走上來 有 也不錯的 我們放的時候不要放進去 始終是用泡泡, 先浸一點油 用筷子 是 你可以一次過放幾粒丸 然後才放進去, 慢慢放 這樣就安全一點 好 好, 接著放進去 對, 接著我們… 可以放出來的 你先在這裡滾一滾 其實如果在家裡 譬如我們炸的時候 有時候不想… 我真的不想開這麼大餐油 我可以煎嗎? 其實煎也可以 不過外表煎出來就會有點扁 沒有那麼漂亮 炸的時候外表會比較漂亮 現在看到它開始有點金黃 我們炸到表面定了形 其實已經可以上了 因為待會兒還會再煮醬汁 醬汁我們也煮一、兩分鐘 其實裡面最主要是保留了形 就是可以撈起來了嗎? 可以了, 但味道都很舒服 對, 都很舒服 所以現在我們先不要偷吃 好, 我們放過來 有時候我們粗的時候 真的有時候不小心有些尺寸不同 對… 盡量每次放的時候 都是放差不多尺寸進去 好嗎? 其實我們自己放進去 一次會放進去嗎? 第一, 油的溫度 會讓你一次過急降了 油就會比較吸收到肉圓 所以盡量每次… 尤其是在家裡炸 我們控制的火 不是掌握得那麼好 你每次少量就比較穩妥 肉丸為何要炸完之後再煮呢? 因為我們現在只炸了表面 其實裡面已經熟透了 待會兒煮醬汁的時候 可以吸收醬汁, 裡面也會熟透 這次很聰明 你先看那些小粒夾上來 是 看一看顏色, 好的 好, 我們攪好了肉丸 現在可以預備去煮醬汁了 好, 又到了最後的程序 是 很緊張, 是嗎? 肚子開始叫我了 是 要等吃就要 好, 我們現在先飽化茄膏, 好嗎? 我們煮醬汁, 再加起來就可以了 茄膏可以放進去嗎? 放進去 對, 放進去 下茄膏跟下茄汁有分別嗎? 下茄膏的汁不用怎樣打芡 其實它也有一點黏度 而且濃度較高, 而且顏色也好一點 我們先用鑊鏟推一下 好, 你看見它開始有點紅 我們可以放小番茄 很香 這個不能爆開的吧? 爆開, 爆開是香草 你買到新鮮或自己種, 也可以放新鮮 這個乾的, 乾的味道較濃 但這個不用全部放進去 待會兒看我們喜歡香草的味道 要有多少 可以放進去嗎? 現在可以 放進去 三分之一 是, 攪拌均勻 馬上聞到香草 待會兒可以在表面再撒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 好, 現在把白醋放進去 好, 我們煮 到它這個顏色好像是紅色 茄紅素走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放進去丸子 其實它偏酸 對… 因為白醋本身都是大酸的 對, 還要放進去白醋 就是會更酸一點 對, 酸一點 煮大概兩分鐘 因為剛才煮了大概七成左右熟 現在慢慢等味道再滲進去 然後令肉丸熟的程度完全熟悉 這個香草味, 小朋友會否接受呢 可以的 這間我們其實不是很濃的香草 好, 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撒起來就可以吃了 很濃烈的肉丸, 加上車尼茄 酸酸甜甜的味道 想起都流口水了 讓我馬上嘗嘗 香噴噴嚐 很汁 問問洪太太你 是 你覺得味道如何 味道很好吃, 而且… 很彈牙 有肉汁, 對… 余太太, 你覺得做這個肉丸 有難度你嗎? 難度, 還可以 不是比我想像中那麼難做 是, 但平時你自己做肉丸 不是這樣做的 不是, 我自己做豬肉就豬肉 牛肉就牛肉 就不會懂得豬加牛 是, 所以這次Muye教你做這個方式 所以是特別好吃的 一定比你想像中更好吃, 對嗎 是, 很好吃 很適合孫女吃 對, 適合她帶飯盒 問Poey 你覺得魚太太做得如何? 她做得很好 基本上是… 我一說她已經懂得怎麼做 是做的, 但可能不懂得混合肉 所以完全沒問題 孫女打開飯盒 一定會聞到同樣的香味 看見這麼英俊 要給分的話, 你要給多少分? 給100分 100分 好, 孫女吃了這個之後 又拿100分就更好 是, 好… 好, 那我們繼續吃吧 好